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已经学习过了RPM包的安装和卸载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RPM包的查询方式 注意 安装和卸载这种方法 用YAMO安装和卸载更为简单 因为它会自动解决依赖系 但是 我们的查询就只能通过RPM命令来查询 YAMO是没有一个查询方法 它是没有RPM包手工查询的内容这么多 它是有查询的 但是查不了这么多信息 那也就是说RPM包的查询 安装可能不会用 但是查询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功能 我们不管是通过手工RPM安装 还是通过YAMO安装 都可以用我们今天讲过的这种方式来进行查询 都可以这样查询 那今天我们首先来查询 查询这个软件包是否安装 使用的选项是-Q 后面加包名 这里注意 我们已经在说 如果操作的是以安装包 那么后面跟的应该是包名 那这个包既然已经装完了 所以是一个以安装包 所以查询的时候只要加包名即可 -Q是query的意思 查询的意思 那么执行一下 非常简单 执行一下 IPM-Q 后面加包名 我们上节课已经装好了 APA其包 那这个时候回车看 就能看到它的相关的版本等等信息 如果看到这些内容 证明APA其包正确的安装过 那如果是一个没有安装的包呢 比如说把APA其后面随便打点乱码 他就会查询完之后告诉你 这个包未安装 Not in stock 哎 这就是简单的 查询方法 非常简单 除了加-Q之外 还可以加-QA A的意思是 它的作用是查询所有已安装APM包 那这个时候看只要打APM-QA 直接回车即可 注意 像这样的查询命令 是不需要一定在这个目标当中执行的 我们说过了 操作的是未安装包 内容要让操作系统可以找到这个包 我一定要进到这个目标当中 或者我要用决定路径 但是我们说查询 它是在我们的系统当中的 这个后台数据户当中去搜索 所以我在任何位置执行查询命令都可以执行 而不需要一定进入我们的光盘当中的package 这个目标当中 那也就说-QA这两条命令在哪里敲都可以 所以回车啊 看就会列出系统当中所有已经安装过的包 这就是-QA的作用 那我们已经学过了管道符 加管道符 后面加轨f 后面加包名 就会列出所有跟APAC相关的包 APM-Q来查询包 它只会查出来这一个包本身 如果是加-QA 用管道符的方式来查 就会查出只要包含有APAC关键字的包都可以列出 那么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查询这个包是管道 那么个人习惯用哪一个 看你们个人随便哪个都行 第一种查询方式是查询这个包是否安装 非常简单 第二个方法是查询这个包的信息 使用的选项是-I Information 大家注意这个包信息是组件这个包或者说写这个包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保存在这个软件包当中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QA加包名的方式看他的信息 那我们看看 RPM-QA后面加包名 回车 就会列出他的基本信息 比如说包名 版本 这个包的组件时间 看 这个包的安装时间 包的相关的信息 官方网站等等一切简单说明 哎 这就是他的相关信息用-QA来查询 那能够查询你安装过的包的信息 那我能够查询没有安装包的信息呢 那我们就说关键要看这个信息是在什么时候生成的 如果这个信息是在安装之后产生 那肯定不能查未安装包 但是我们说了RPM包的信息是组件这个包 生产这个包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 所以不管你这个包是否安装 其实都是可以查他的相关信息 只要在我的选项之后再加一个-P选项 P的意思是package 也就是说查没有安装的软件包的信息的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用-P 后面跟着就不能是包名 而是包权名 因为我们说如果操作的是未安装包 后面一定要加包权名 那我们试一下 在当前目录下有很多软件包 那随便找个包 假设这个ZIP包压缩包 那么RPM-QIP后面加ZIP 注意 因为我们加了-P 它操作的是未安装包 那这个时候后面就一定要加包权名 那么虽然这个包没装 但是因为它的信息是生产这个包的时候是就绝变好 所以照样可以看到的信息 比如说看安装时间是not install 没有装 但是可以看到它的相关信息 那也就是说 查询是可以加-P 查询未安装包的相关信息 那我们说啊 为了简化机密 超哥还是建议大家 只记安装和卸载需要加包权名 其他的只加包领计可 像这样查询未安装包的信息用的不多 也并不是太常见 那为了简化机 大家可以不用背 那么用到了真要用的时候 百度一下或者看一下这个视频 看一下我们的换装片就可以了 记还是只记安装和升级 需要加包权名 剩余了只加包名 这样更简单 好了 这是查询包的相关信息 还可以干嘛 查询软件包文件安装位置 那我们说啊 既然是包 它里面就应该不止一个文件 那么它的安装位置是固定的 或者说是默认的 是在生产这个包的时候 就决定好 这个包中的文件装到哪里是合格的 或者说是合理的 那么APM包 其实是可以手工指定安装位置 但是手工指定安装位置 会带来一系列的比较麻烦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的服务管理命令 就会找不到 APM包安装的这些功能服务 很多服务 它去搜索的位置都是默认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手工指定位置 没有安装的默认位置下 都会带来一些管理上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并不推荐 APM包手工指定安装位置 还是使用它自带的默认位置 那虽然我们不推荐去改它的安装位置 但是我们总可以去查询它的安装位置 使用选项非常简单 -ql q还是查询query l的意思是列表list 那么我们执行一下 非常简单 看 查一下APM包 它的文件装哪了呢 -ql 后面加包名 回撤 大家就会看到这么多的包 全这么多的文件名 全都是用绝对路径列出的 那比如说 这就是APM的黑的文件 它就是通过这个包装出来的 那我们看到了这些绝对路径的文件 其实都是通过这一个包装出来的 哎 这是 查询包中的文件装哪 那我们说了 包的安装位置 包中文件的安装位置 是组建这个包的时候就决定 换句话说 我加一个-p选项 就应该可以查 这个包虽然没装 但是我也应该能查到 它打算装哪 哎 比如说 刚刚的这个Z ZP这个包虽然没装 但是我只要加 RPM-qlp 后面加它的包全名 注意 如果操作的是没有安装的包 就应该跟包全名 那么这个时候看看回车 就可以查询到 它打算把文件装的 虽然没装 但是如果它装 它就会装在这几个位置 因为它的安装位置是组建包的时候 就决定好了 哎 这是查询 未安装软件包的位置 只要在-ql后面加-p即可 哎 不难 非常简单 那我们刚刚是说 知道包名 如何查询 这个包中的文件 那如果我知道的是文件名 如果我知道的是文件名 那么是否能够查询 这个文件属于哪个包呢 哦 换名车 这块写的是包名 稍微改一下 这块应该是 系统文件名 哎 查询系统文件名 好了 查询系统文件名 那如果我知道的是文件名 那我能不能反过来追查 它属于哪个包呢 当然是可以的 当然是可以的 只要跟选项-ql即可 f是fire的意思 它的作用 注意后面跟的既不是包名 也不是包全名 哎 刚刚超哥不小心 把这块就写错了 这块时候就提醒大家 反而注意 这后面跟的是系统 什么意思 首先它不能跟包人 也不能跟包全名 其次 跟在这个文件名 不能是你手工自己建立的 也就是说 这个文件必须要是 是通过包装出来的 才能反向追查 它是属于哪个 包 但是如果这个文件 不是通过包装出来 比如说 我认为手工创建 或者系统自动生成的一些临时文件 日制文件 这些文件都不是通过包装出来的 你要想反向追查 是找不到它是哪包的 很简单 执行一下 那我们已知 这个是没有装的 那我们来已知啊 查一下阿帕奇 哎 查一下阿帕奇包中的文件装哪了 那我们说已知 这个文件是通过阿帕奇包装出来 那我看用RPM-QF后面加 这个详细文件的绝对路径 它就会反向查出来 这个文件是通过阿帕奇 那通过这样查出来的也可以 那任何一个其他文件呢 我们已经知道 在ETC目录下 保存的是我系统当中的一些常见的配置文件 这些配置文件 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包装出来的 比如说 这有一个样子的配置文件 我想看看 它是通过哪一个包装出来的 就可以加RPM-QF后面加 YAM-加文件 他就会找到 它是通过YAM-3.2.29这个包装出来的 这就是-QF的作用 非常简单 那么最后一个查询是 查询软件包的依赖性 我们已知啊 软件包安装起的时候 非常讨厌 它有很多很多的依赖包 那我是否可以知道 它装这个包打算依赖什么包 我们前面是通过安装过程 报错来看它到底依赖了哪个包 但是RPM包是可以通过-大R选项 来查询这个包 会依赖哪些包 诶 格式非常简单 RPM-Q大R 注意Linux是严格确论大家写的 后面加包面即可 那我们来看看Apa 细胞 Q大R 诶 我说了 如果这个包已安装 就不需要 一定要在刚刚那个pike式目录当中 在任何目录都可以查询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啊 要装Apa 细胞 需要装这么多的包 这些包必须全部已经装完 才可以正常安装Apa 这就是它的依赖性 那查询已经安装过包的依赖性 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那肯定还是常见的 应该是查询未安装包的信息 只要在-QI后面加一个-P 就可以查询 如果装一个打算安装一个没有安装的包 它会依赖哪些包的信息 那如果知道了这个 我就可以手工去解决它的依赖性 那么我们来尝试一下 这个时候就必须进入到 MNT C9路目Pike式这个目录当中 因为我们是要操作的是未安装包 后面要加包全名 那要加包全名的话 就要进入这个目录 或者用绝对路线 看RPM-Q大R P后面加ZIP这个包 A如果打算装这个包 那么你需要这些东西做支持 既有库又有包名 都是可以的 哎好了 这就是查询本件包的依赖性 啊 那么这节课我们讲了 RPM-包安装 RPM-包手工管理当中的RPM-包查询法 哎里面的内容较多啊 所以啊分的可能比较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逐游要学习的是RPM-包查询 用-Q可以查询这个包是否安装 用-QA可以查询系统当中 所有也已经安装过的包 A是Allist 用-QI可以查询包的信息 I是Information 用-QL可以查询这个包中的文件状态 L是List 用-QF F是File文件List 后面跟系统文件名 可以反过来查询这个文件属于哪个包 用-Q大R 可以查询远的包的相关依赖性 这就是本讲的内容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出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我好 我好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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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